为什么身材矮小的长老 却能轻易掰断十字线的手指 当你知晓他的来历 你会大吃一惊的 只因他是特殊的头领战士 即能将头部与身体分离的特殊变形金刚 他们通常会将身体化为固定的形态 以此保存能源 例如影片中那辆银灰色的阿斯顿马丁DB11 就是长老的身体幻化而长 而他的头部则是缩小成人形大小的机械战士 也就是管家形态 这也是他侍奉伯爵家族长达数百年能量都为耗尽的原因 而我们的五五开那招头身分离 正是侍从长老 也不知道死去多时的爵士看到这一面 会不会气得炸食 由于常年侍奉伯爵家族 长老为了完美融入人类社会 不仅会在闲暇时弹弹钢琴陶冶操 而嘴馋时他也会将自己当作鱼类发射出去 捕上两条蓝旗金枪鱼 然后做上一顿丰富的晚餐 真可谓仪式感满满 据说长老的实力丝毫不亚于领袖 毕竟他可是唯一一个练过永春的男人 虽然是名优雅而帅气的英国绅士 可长老的脾气却非常火爆 面对男主凯德的出言不逊 他会冲上去将奇异通报答 而在开车时也会因为路上塞车化身怒怒一词 毕竟他今天出门可没有开马自打 如果将他惹急了 长老甚至会直接开起嘴炮模式 突然给你来上一发 这也是无人敢惹长老的原因